政府为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创业、生活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以及便利措施 在我的观察,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都选择移居内地工作和生活 我相信越港澳大温区的交融与发展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 那么在法治建设呢,在过去的这十年可谓是历史性的这个十年 2021年1月1号实施的《民法典》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部的这个民法 以民法典命名的这个法律 那么号称为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百科全书 在整个的法律体系当中呢,是处于一个基石地位的 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基本法 那更让我呢,就是更加引以为傲的 就是在这部法律里面着重的去提及了人权 对人个人权利的、私权利的一个保护 CEPA呢,这个全称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设更加紧密经贸关系的这个安排 放宽了两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的限制 近几年来呢,由越来越多的香港律师行与内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联营 这个动作呢,是极大的促进了内地与香港法律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是堵塞了这个国安法 整个国家安全法治的一个漏洞 立法的原意得到了有效的这个彰显 社会秩序呢,得到非常有利的维护 各个重要的节点平安稳定 老百姓们可以重享安宁 香港市民和全球资本对香港的信心的指数 也是持续的回升的 国际机构及商界对香港的营商环境的评价正面积极 可谓是依法定相将 那么第二点呢,是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完善 新的选举制度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 政治的包容性 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 新的选举制度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没有一个人是自动当选 不同的身份、阶层、界别人的人士参与了比拼正纲 广大的选民真正选出了 能够代表他们的爱国爱港的一员 真正实现了五光十色 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 命运与共 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 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为祖国蓬勃发展 和香港继续繁荣稳定 勾勒红伟蓝图 并指明努力的方向 一切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而奋勇前进 祝愿国家继续富强昌盛 国泰民安 言之为 lipstick 靠 adhesive 请不吝点赞 词apore 台湾 文字 nur 保备 不词 感谢观看